大家好,我是队,今天到来期圈荒970基板的比赛就说这场比赛是张远西大战UP,今天的玩法有点不同,双方是互换了阻力,张远西使用克里斯作业手法,UP则使用张远西的阻力,现在不止后作业手法,看UP的雅典娜玩的如何呀,对雅典娜是张远西招牌人物嘛,现在张远西开始滑铲,下踩后抓,然后后面接一个比杀,退退退,大招推完之后再次怼到角落打压制,张远西就在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张远西大战的比赛是张远西大战的比赛 克里斯用的也是蛮熟练,现在对面的不止后一个空头,其实不止后是UP的主力,双方的主力是重叠的,利安娜和不止后是重叠的 飞,没有飞不出去,又被克里斯给制裁了,只是相差一个克里斯和雅典娜而已啊,其实互换的话也影响不大,闪现大招带走 而且克里斯又是必练的,高手必练的角色,张远西肯定也是练过 第二个回合,看UP的雅典娜 雅典娜快速一个前跑,把他怼到角落,后面下C开个波,跳C底压,其实再发个波 连续发波以后克里斯又是C底压头,下盘攻击 哦,一不小心被雅典娜还是抓住破绽了,雅典娜大招伤 啊,升到空中,垫他一垫 好,双锋把对手的阻力都用得这么强,也是厉害了 第三个回合,张远西如何招架他的阻力,雅典娜 现在不止后出手 不止后,哦,不止后中波了,雅典再发波,不止后反波 反过来之后,不止后爆气,爆气中下C,掏腿下 现在雅典娜,稳住,不止后顶,雅典娜直接吸住 吸住以后生了绝缝黄剑,顶过来发个波,跳C底,跳C底 跳C底之后没有再接住大招诶,看来还是有点不熟练 不止后爆气状态也消失了 哦,哦,烧杀伤了,被掏下盘了 被掏下盘就是这个结局 好,C底,C底 哎,空中还是没有连起来,真的对这个雅典娜不熟练啊 只会基本的一个基础连招,后面再追加的话追加不上 接着看张恩西最后一个莉安娜,双方的主力都是有莉安娜的 而且都是抱走莉安娜,现在摔,莉安娜直接抱了一起 看爆气之后能不能抓到机会,爆气之后跳,如鸭起身,抄皮杀伤啦 手刀半夜斩进行一个酷矮速的浮空 对到角落甩一甩,大招接入并没有炸 起身之后跳,哎,压迪安娜下盘攻击 跳飞地,压起身,压迪安娜再次一个偶旋发射 哎哟,发射 这个闪神相当完美啊,对说想用凤凰键压过来,然后做取消 但是只要他打不到你,他没办法取消 接着看UP的莉安娜出手 好的,通通爆气,谁的莉安娜更疯狂 都是一,哦,抄皮杀,顶上 抓住一针的破绽,就是点 对手强反交出,张隐熙处于一个劣势现在 哎,落地扔 哦,一个跳又被揪过来了 没有了强反的UP,只能 没有强反的张隐熙,只能跪了 对,有点反啊 我们来看下一局 UP拿到第一分 好的,下一局张隐熙继续选人,还是选择UP的主力 用克里斯手发 拼莉安娜的话,张隐熙有点疯不过UP 但是也不一定 就看谁抓到先手 谁抓到先手,基本胜利就非常高了 这个莉安娜 好,克里斯两点滑铲滑过去闪现 青角点他一下,跳飞地再点他一下 起身之后,不之后,扔 哎,克里斯一发跳地,又点到了 大招推入 好,下采后抓,然后接个比杀 又是一气呵成 大招推推推 圣龙腿周空,再接一个大 UP就交代了 接着看下一局吧 下一局UP的雅典娜 张隐熙会用雅典娜,应该就会打雅典娜 看后面会不会打 好,克里斯滑铲接入,接个下采 然后后抓接入,接个比杀 下采 哎,跳起来一个CD弹杀 弹杀弹到了 CD弹射,克里斯的神技 好,克里斯大招再次接入 圣龙腿周空中继续接大 带走 我们来看UP下一个角色 UP的雅典娜出手 这也是第三个回合 看UP这个雅典娜怎么接招 一个克里斯杀到了雅典娜 那么UP能不能用一个雅典娜杀到张隐熙的雅典娜 是很有可能的 哦,克里斯又后抓,强制后抓 这是防御后抓 可以说对手不怎么掉血 哦,旋转火花崩他一下 然后低头,低头接C头 哦,距离不够 跑不过去了 但是克里斯已经保不住了 接着看张隐熙第二个不止火舞吧 第四个局,第四个回合 好,不止火舞,跟上 跟上 哎,莲娜,青铁,跳,飞地,压住 莲娜再跟上 哦,这个不止后浪起来了 飞来飞去 那么莲娜继续跟上 刚飞地 刚过来 扔 手刀 飞轮 哦,中了 中了就要上手刀扮演战 然后再手刀 后面起身以后跳 疯狂的一个压制 哇,飞出来又被救到角落 然后再压 不止后束手无策 因为对着速度太快了 不止后跟不上 你看一不小心又闪到后面去了 只要一个动作打不中 那后面就会非常难受 只能看张隐熙最后一个莲娜了 又适合的拼莲莲娜 而且UP现在又回到了满血状态 张隐熙压力甚大 张隐熙跳飞地手的半战斩 两个神级莲娜 一点也不夸张了现在 大招被返好 张隐熙这一局抓了先手 抓先手以后后面就会打得比较轻松 打招先放个大V 提升之后张隐熙 好的,还是接近于满血状态 UP UP爆气 准备来一波很大 但是张隐熙的强反还在 哦 刚才好惊醒啊 刚才那一波 哦 张隐熙还是拿到了他的第一分 我们进入的下一场 第三场 好的,第三场的话 UP 不止后 莉安娜 还有雅典娜 看这一局咋样 这一局的话 他用克里斯 这位手法还是 还是同样的角色 互换阻力的话 其实还是很好玩的 玩对手的阻力 暴走对手 那种感觉是相当的爽 哎,奈恶倒闭 逃下 然后轻滑铲 滑一下 再滑一次 他滑铲做了个取消 打完之后 不止后跳 下C 确认飞 顶 飞顶 烧 哦 克里斯保不住了 接着看张隐熙下一个角色吧 张隐熙的不止后舞 双方都有不止后舞 作为主力来用 这才最关键的 现在油皮爆气 张隐熙稳住 哦 被空投了 被停拿了呀 这局张隐熙情况不妙 扔上去中了一发超杀刀 中间做个取消 被 顶 烧 哎 下C空中在投下 只要对手浮空 不止后就有 就有机会把他投下来 连招中也是如此 现在来到第三个回合了 张隐熙最后一个连 那 张隐熙能不能移一第三 这是非常难 哦 不止后先开一个先手 张隐熙没有强反 手刀半一斩 应对 接着走到角落 抓住 大招上 起手大招以后 稳住 现在需要就是稳住 哎 又一个头 头在角落 飞轮 飞轮摸血 哎 摸到了 手刀半一斩 浮空 手刀半一斩两段 打点 这个高度刚刚好啊 可以接两段 第四个回合 又批下一个 莉安娜 双方都善用 莉安娜的飞轮 因为飞轮有一个回勾的效果 现在防住了 防住了 莉安娜暴起状态 压迪安娜稳住 跳TD 跳TD 前冲 好 稳住 压迪安娜也来一手 刚才的手刀 前跑 哎 好 八波 莉安娜跳TD 手刀半一斩升空 对家来个轻腿 操比杀上了 好 手刀半一斩浮空一下 手刀半一斩浮空两下 UP没有了 我们接着看 UP最后一个莉安娜吧 又是莉安娜之间的对决 只有莉安娜 可以制裁莉安娜 只有暴走 可以制裁暴走 谁抓先手谁就赢 哎 张雨昕的先手 对手肯定抢反 必须的 强反以后张雨昕就不紧张了 后面做好防御 哎 但是也中了对手的超杀 张雨昕要强反 哦 强反 对手试图打伟廉 手的半斩应该没搞出来 现在双方都没有了强反 其实 哇 张雨昕中招了 张雨昕还是慌了 好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来报关注 每天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